在第一頁的地方 直接在這邊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今天假如說是UTU8 是65001 可是如果是Big5的話 那會是950 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剛剛下載 剛剛卡了一下 不過一下子應該就OK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發現如果你假設 編碼方式 你假如沒有填正確 比如說你填65001的話 它對應的 這個 結果會是錯誤的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會 有這麼大的差別 明明是 同樣是電腦編碼 那為什麼 會有RUN碼的問題 其實最簡單的 講法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Big5是 我們Windows裡面的內碼 中文內碼 我們用Big5 那UTU8其實是另外新的一種 就叫UNI-Code 等於是萬國碼 那它其實主要解決 就是說以前Big5有一些缺字的問題 因為Big5 它的編碼方電腦裡面 中文字 大概收入 一萬三千多個字 那UNI-Code的話 超過兩萬個字 所以相較之下 Big5裡面 以前會有一些字 喊用字的話 會沒辦法顯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 就是有些 有些同學的名字 可能比較喊用 奇怪怎麼打不出來 但是新的電腦 比較新的 後來的Windows 7以後 因為它用了 一次UNI-Code 所以有些字就沒有缺字問題 OK 那當然啦 所以兩邊 基本上它為什麼會有RUN碼 因為它的 編碼的位置不一樣 可能同樣的字 它放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顯示出來 結果當然也會有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正確的編碼 它才會正確顯 所以 我後來又下載一次 把它改成950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把它下載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你這個地方當然你就可以 把它 記得改兩個地方 所以這個 程式裡面基本上就是兩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網址 有沒有這個網址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 104到111年 如果要全部下載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利用這個程式 把它怎麼樣呢 批次的 下載 那只是說啦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批次 讓它可以 可以把它 8年的資料 就批次下載 可能就是 兩個訊息提供給它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 那個網址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就編碼方式 那只是說呢你要怎麼樣達到 批次的 第一次是給它 它要的網址 就是還有那個編碼方式要正確 可能要想想看 那個 試試看 如果可以 把它想得出來 寫得出來 當然 是最好的 因為它就被人說 8年的資料 就全部下載了 不過相對的 檔案應該會非常龐大 OK我看一下 它一次的話 108年 檢測向下 就已經 11萬 11萬然後 如果把它乘以 8的話 11萬 那乘以8大概就是 88萬 88萬 因為 也是有最多 可以放104萬 OK所以其實一個工作表應該 是放得下啦 OK只是說已經跨到極限了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 就是要增加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呢 是在這邊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什麼呢 就是 在這邊插入一個限式 然後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 那一個是這邊一樣 在這邊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乾脆就是把那個程式的動作 把它 加到程式裡面 讓它一氣呵成 比如說像剛剛 那該怎麼做 其實喔 下載完之後 如果你還要再加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這邊加 那加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就是 兩件事嘛 插入兩欄 哪兩欄 插入這個 有沒有 這邊插一欄 這個哪一欄 一欄 有沒有 然後在哪邊 在 這邊再插入 這個是I欄 所以喔 你可以 這樣子寫啦 就是 藍的話呢 你可能在學一個無限名稱 叫column Column 加一個S column 刮鬍之後的話呢 你給他哪個欄 比如說我希望 在這個一欄的地方 或許啦你可以 這個程式可以先 把它另外寫一個sub 比如說 叫什麼插入欄 然後在這邊可以寫剛剛的程式 點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 column 點 之後的話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叫insert insert的話就是插入欄的意思 然後呢你可以insert完之後前面跟他講說我要在哪一欄 這邊 在一欄嘛 OK那一樣 除了在一欄之外 你看我還要在i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 這個地方 不夠可能會有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插入欄 他不就向右了 那i的話可能就會 應該變成追了嘛 OK所以我看一下 假如說這樣子 那當你不確定的話你可以 先寫一個sub 寫在這邊 然後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 直接按一個F8 看一下結果 插入欄 有沒有 加一個了 那原來的 有沒有 他被排擠過去了 所以這邊的話在J的地方插入欄 他放在這邊 那還需要做什麼呢 當你插入欄之後 上面的欄位名稱要改 OK所以欄位名稱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 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用 比較 常用的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Range的 11 的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限 限4兩個字 OK 那因為插入 J的話 所以呢我們這裡面的話 一樣給 他的名稱 把它改一下 叫J1 裡面的名稱的話呢 我們給他什麼 就是 受電度數當月 然後直接把它改在這邊 後面的話加上一個萬度 等於是多一個欄位 等於我剛剛是多兩個欄位 然後呢 插入欄之後 加上什麼 加上他的名稱 有沒有 名稱加上去 那加上去之後的話再來做什麼 把公式輸入上去 所以公式要怎麼輸入上去呢 OK所以 我把它公式 所以插入這個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可以把公式 輸入上去 那你其實 幾個方法 那你可以 跑個回圈 或者向下填滿都OK 所以我們可以先假設 我先填 填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裡面的話放那個公式 什麼公式呢 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剛剛前面這邊有做 我看這邊 這邊是有做過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等於是把這個公式放進來 那因為呢我要 把它從頭跑到尾 所以基本上 我這邊的話可以把它再寫個回圈 所以把它分開看好了 這個是第一段 這個是第二段 For I等於 第幾列呢 從第二列 到 第幾列呢 我建議是用向下追蹤 Range A1 從A1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 從A1那個儲存格 END 前刮弧 向下的話 XL Down 取得他現在所在的列 然後呢 幫我從頭跑到尾 跑剛剛這個 這個回圈 然後 Next 也就是說呢 幫我把公式丟到這個範圍 然後記得這邊 把這個改成 I就可以了 他就幫我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裡面 然後C2記得把它改一下 改成I就可以了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這個END的符號 把它分開來 那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 這個I的值 塞到這個V的函數裡面 那一樣的道理喔 這底下也是一樣 幻度 它的公式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FOR一圈 貼到這邊來 一樣從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藍的話就把它改成 追 那公式的話 公式一樣 應該是參考這邊 萬度的話 I2 除以 10000 然後我們把它 改成 這個公式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那一樣喔 這個2 因為它跟著I變動 所以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雙銀號到雙銀號把它複製 其實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就 第一個I2 第二個I3 I4 好那我們就寫完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把它跑跑看 應該可以 看得懂 我主行跑給各位看一下 大家應該就比較了解 那我也會把這段程式 把它放到那個雲端上面 把它 這個恢復一下 這兩欄我把它恢復 其實不用啦 乾脆讓它重跑了 所以 OK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接下來的話 就是 執行這個插入列 RNF8 那它第一步會怎麼 插入這一列 有沒有 插入這一欄 然後把名稱改成 限式 其實就是我們手動的動作 再來把公式 放進來 所以第一個 因為I等於2 所以在12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放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因為I等於2 所以這邊會是C2 有沒有 C2 那下一個因為NAS I就變成3了 所以它會換下一個13 然後這個也變 C3了 有沒有 C3換成查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丟這個公式到這邊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變成C3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那全部跑完 我把它全部跑完一下 那底下我設個中斷點 那它跑完停在這裡 繼續 這很奇怪 為什麼它會一直跳那個 好那這個底下的話就全部跑 假設全部跑完 我先讓它跳 再來的話就是 插入這一欄 OK 插入這一欄 有沒有 然後再把名稱放上去 然後再一樣的動作 把公式 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個公式實際上 就是 我們剛剛 I2除以1萬 那一樣 底下就是 I的值 它會變成3 那所以它會換到下一個 一直在推 那底下當然你可以全部讓它跑完 這樣就OK了 這個 怎麼會跳這個 等一下再看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寫完這一段程式之後 你直接可以怎麼樣 把它加到這個底下來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直接把這個程式 複製到這邊來 看起來好像比較容易 所以有個方法 你可以打一個call call的話就呼叫 呼叫什麼呢 發呼叫這個插入欄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有一個 這個 在這下面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下載完之後 做剛剛的事情 OK 這樣不是兩個串在一起 那有些事情 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來做了 OK 這個程式我待會一樣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待會也可以 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所以我剛剛加的就是這一段 那一樣我把它顏色 把它調一下 讓它比較漂亮 因為它這邊上面有一個 擴充功能叫call pretty 顧名思義嘛 pretty 讓它程式變漂亮 OK有沒有 它馬上顏色變漂亮一點點 OK 所以關鍵就是說 我寫了 這個 兩段程式 一段是插入依覽 然後在1萬的上面加 它的名稱 並且把公式放進去 另外一樣追覽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段還蠻像的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 這個 程式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頁 第2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接著 超級油 配料